你需要多少钱呢 一万斤 你可真敢开口 把握多少 两三成吧 要是两万斤 有五成 四万呢 四万 那肯定成啊 肯定成 肯定成 刘邦想让无敌的项羽再折一笔 便准备用金子买下范增的脑袋 于是调用了国库中所有的银子跟陈廷豪赌 如果办不成就要了陈廷的命 大王 干不干 干 刹那间的功功 陈廷就找到了偷吃的除狗交代此事 并让他挑选几十个鬼精鬼精的人 组成一支间谍小队 而这支小队至于去做什么 只能听陈廷一人调解 三天之后小队组成 老陈就抬来了几框东西询问他们 说只要有人能够猜中 立马赏他十个鱼鸡碎片 有的人猜饭团 有的人猜烤肉 直到有人说是秦半两的时候 你疯了 这么多秦半两 整个西洋城都能买下了 下一秒陈廷让除狗揭晓答案 瞬间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因为只要能拥有这些金子 就连北京二环的豪华别墅都能买葬 于是拿起一柄金子就告诉他们 说你们都在楚营干过那边 也有不少的兄弟姐妹 而任务只有一个 那就是把这些金子 全都发给你们弟兄 但也不是白发的 凡是送出去一个就能得了 发出去俩再送你二十个鱼鸡碎片 万一有人不姓于难 那就把奖励雷家下辈子投胎后继续使用 但是你们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到了楚营以后 任务很明确 就是让钟离妹 龙居 还有继部这些将领们感觉到 他们不是项羽的亲信 只有项庄 项伯 还有余子欺 他们才是项羽的心腹 不要怕事情搞大 搞得越大越好 要让楚营 北